基金还不错的话 那我们可以按申购 然后进到的购物车的话 就会连接到我们的登录的一个网页来进行购 2899个基金级别 缩短流程一分钟就能申购下单 引进网购的购物车概念 他是全台第一人 或是B2B的部分 可能要不同的素材 每个客户平均每年把70万交给他投资 走进达人的公司里却没有半个理专 原来全靠大数据 用CP值的概念越往右边代表绩效率好 从彩色泡泡到地图 用颜色标示一目了然 也让他跟同业共生共荣 我们在座分工 你照顾不到的 你服务不到的给我们 比较希望自主理财的给我们 我们提供工具 他们来挑选产品 那这样的话就是说 让我的整个成本 其实可以降下来 所以我们的定价 就相对于来自于实体通路 会便宜很多 但引进机器人投顾听起来很酷 要让3.6万客户安心 过程却很苦 当我们点到开户的那一页 如果100个人在那一页 有90个人是马上就走了 他其实可能刚好有事 或是改天再来 真正完成开户2.58个 这三分后的开户 真的是历历皆辛苦 一步一步打造白亿基金帝国 他是58岁的林郑村 台大国企系毕业 就捧着银行金饭碗 也不是我们能力多强 而是那个是在推我们走 你今天做办事员 那要升专严 明天不用赢我快升香蕉 那种速度非常快 总还要跟我升护理 有时候不用 快做经理了 才30岁就赚到人生 第一个1000万 除了身在美好年代 达人累积财富的必杀季 现在也要传授出来 你今天如果说 有什么投资一定赚钱 定期定格是可以做得到 但是你要遵守一些规律 比如说第一个 你绝对不能停扣 越往下面 不只不能停扣 能够加码是更好 如今财富自由 林郑村有空就背着单眼 四处旅游 取一点景 带一点点这种效果 最骄傲的 像是彩虹云端上的101 福岛的雪景 沙漠的骆驼倒影 无需繁杂光圈 镜头雪纹就靠独家视角看世界 犹如他用敏锐眼光 即使是线上基金的后发品牌 也能缜密的快横准布局 东森 财经新闻 六支沈玉腾 台北采访报导